立场新闻被捕的多个高层和前高层仍然被警方扣查 据了解,处理总编辑林绍彤和前总编辑钟贝权最快今天被起诉 另外被警方质疑成立原因的立场英国分社宣布停运 警方国安署昨天拘捕立场新闻六个现任和前任高层 包括处理总编辑林绍彤,涉嫌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 消息指另外五个人分别是前总编辑钟贝权 前董事何韻思、吴靠仪、方敏生和周达志 全部在警署通宵扣查 消息指林绍彤和钟贝权会被落案起诉 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立场新闻昨天已经宣布停运,衍散所有员工 他的网页昨晚11点也移除全部内容,只是剩下停运通告 社交网站和其他平台已经搜寻不到 或者改为私人状态 立场新闻英国分社主任杨天瑞 也在社交网站宣布,同步停止分社的一切业务 也已经移除全部报道和社交媒体的贴文 并且辞任分社主任 他说英国分社运作原意 是透过主英记者 记录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签证开放之后 移民英国港人的生活和声音 对于警方说立场新闻透过报道和博下文章煽动他人 也或者有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 有资深大律师认为警方可以列出有问题的文章清单 汤教华说如果刻意帮助宣扬犯罪意图 就可能违法 武士兵司机就一流进玉道